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接下来在今天的第二个健康笔记本当中 我们要来考考各位 哪一种运动最能够帮助脊椎侧弯的人 第一个是游泳 第二个是瑜伽 第三个是丢千球 我们先来问问琪琪 你觉得答案是哪一个 我选第一个 第一个游泳 对 因为其实听蛮多那种骨头受伤的人 他的医生都会建议他做游泳当附件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游泳 而且游泳是一种伸展性的运动 我觉得应该还蛮有帮助的 是 听起来蛮有道理的 婷如 我也觉得是第一个游泳 因为我觉得瑜伽如果他没有注意好的话 很容易会腰感觉会受伤 然后像千球那种激烈的运动 如果没有好好暖身 感觉非常危险 因为我自己也有在游泳 而且我觉得游泳是对于全身性的运动 我们要选择哪些运动对脊椎侧腕有帮助 第一个就是要减少脊椎压力 又可以训练到我们的背肌 那丢千球的话就不用讲了 这一定是压力很大 对 那瑜伽的话 有些动作其实对脊椎压力很大 比如说瑜伽式 你要撑着把身体整个直起来 那个对脊椎压力非常大 所以不建议脊椎侧腕的患者去做这个运动 那游泳的话它本身有福利 它减少你身体的一些体重 减少不少压力 那再去做这个伸展背肌啊 运动的这个效果的话 其实对脊椎侧腕患者是蛮有帮助的 是 所以正确答案是一用用 是一没错 嗯 亭如听说你曾经因为某一些动作 做不出来结果意外的发现你有脊椎侧腕 因为我是从四岁我就开始学跳舞 然后我在做一些 比如说我学芭蕾舞的时候 发现我坐在地上 然后把脚伸直 然后我的尾椎这边会突出一块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做出那种很简单的动作 然后我坐在地上我也没办法久坐 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老师就会骂我们啊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到底是为什么 我是真的有脊椎侧腕吗 还是我自己的问题 那我也想要请问医生说 我们有什么就是自己可以测量 是否有脊椎侧腕的方式吗 你那时候有去看医生吗 没有 我那时候是没有认真的去看 但是有时候去 比如说看中医 他就会说 你脊椎侧腕啊 是 由于是有自我检测方法吗 对 如果说自我检测的话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式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图 那先看最左边这个图 这个是从后面往前看 看你的背后这个这个图 一般来讲 这应该是呈现直线的 那第一个我们要看的 当时你站直的时候 如果看肩膀 有没有一高一低 像这个图的话 这边明显比较高 就要小心是不是有脊椎侧腕 那还有就是比较瘦的人 他其实站直的时候 脊椎就会看得清楚 如果他有偏向另外一边的话 就小心是有脊椎侧腕 再来第二个动作 就要请他往前弯 往前弯的时候 看背后 有没有哪一边有一高一低 有比较高的那一边 可能脊椎侧腕 已经弯到那边去了 像这个图跟这个图 都有可能是脊椎侧腕 一个是往右弯 一个是往左弯 对 不过这都是一个初步检验的方式啦 当然你要更详细的精确的诊验方式的话 就是到门诊照一次光 我们会量一个角度 这会比较实际一点 他那个角度 例如说刚刚提到 要超过几度以上 他可能才必须接受治疗 一般我们医学上定义成脊椎侧腕的话 通常是十度以上 因为十度以内 有可能是一个误差所造成的 十度以上 十度以上到二十五度中间 就算是一个轻微的脊椎侧腕 那以上 在二十五度更以上的话 那就要更积极的治疗 是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什么 改善脊椎侧腕的PEPBO 例如 听如 我是有听说 有一些医生 就是说那种足弓斜垫 好像可以改善 就是脊椎侧腕患者的那个状况 那我想请问医生 这真的有功效吗 足弓斜垫 一般是用在那个扁平组 我们先想象一下扁平组 扁平组的话 它是那个足弓弯下去了 就是整个垮掉了 所以扁平组的那一角 会相对的比另外一角来的长 所以比较长的情况下 你站的或者是走路的时候 那边的骨盆会比较高 那我们刚刚有讨论到 就是骨盆歪掉的话 它其实会影响到脊椎的部分 所以如果说你矫正这个扁平组 那一角 它的会两角的长度就 长度就会差不多 这样就不会影响到骨盆 接着就影响到那个脊椎的问题 不过通常这个是可以矫正的 所以主宫殿是有它的角色在 是几期或者是书云有听过什么 Petball是治疗脊椎测弯的 像我一般在打工啊 然后回家就会 因为要搬中午 然后回家就觉得腰痠背痛 那我会自己 就喜欢早上躺在床上 然后拿一个比较硬的枕头 垫在腰部的地方 然后大概躺个十到十五分钟左右 会觉得背部会比较舒服一点 那像琪琪 你自己的Petball是什么 其实我之前有说过 就是朋友 妈妈的朋友是医生 他有建议过我如果腰痠 可以垫一个枕头在背这边 腰背这边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真的 腰痠到不行很痛 因为我本身 我以前是做服事业的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想说 这样子好像不怎么能够舒缓 所以我就干脆把 那个腰靠在床眼 然后整个人往后躺 对然后变成就有点 类似下腰 就是整个就这样拉直 只是好像人家说这样子 有可能有脑冲鞋 但我觉得这样很舒服 是由于是他们的方法 其实这些方式都不是为了要治疗脊椎侧腕 而是治疗脊椎侧腕的一些并发症 比如说轻微脊椎侧腕会容易腰酸被通 他是治疗这个而已 但是真的要治疗脊椎侧腕 还是要靠穿铁衣 或者一些支架这类的东西 才有办法真的治疗到那个脊椎侧腕 是那像是不是有一些动作知识不良 也有可能会引起脊椎侧腕 或是他不舒服的一个并发症 例如说像有一些人喜欢趴在床上 看报纸或是什么 纵知识是好的吗 这个其实不会导致脊椎侧腕 他只是会导致一些脊椎的不舒服的症状 因为我们人体应该是要直立的 如果说你往前弯 或者是做一些不良的姿势 他其实是增加我们脊椎一些负担 那只是造成一些筋肉的发炎 或者是肌肉不正常之下 可能造成筋末疼痛症候群 这些症状为主 而不是脊椎侧腕 是 孟伯 美国有一个运动员 听说他还本身有脊椎侧腕的问题 后来他克服他还拿到冠军 对啊 因为你这样才能够去矫正他去治疗回来 结果他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只有在练习高尔夫球的时候 可以脱下铁衣 所以就命令 命令 不过他当晚天分也很好 那就从业余时代就不错 然后最后在前年就拿下了美隔公开赛 美隔公开赛是五大满官赛之一 你还记得有一个新闻 就是冠军的人都跳进在十八栋旁边 一个水池 有没有跳进去 那个那个是很有名的 前前几年还有一个跳下去的那个妈妈 撞到 妈妈的那个角折断 就是那个公开赛 那个是相当不同 所以表示脊椎侧腕的人 还是可以拿到这运动场上的冠军 我觉得这还蛮激励人的故事 你们都还不到脊椎侧腕吧 是 其实脊椎侧腕也有方法可以预防它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您